第六十章 利器 场中与野狗道人对阵的是天音寺一位高僧 道行高僧用了一件金光灿烂的金色沐浴法宝 在空中如同活了一般追着野狗道人 野狗道人狼狈之急 手中那只古怪的獠牙法宝灰沉沉的不再发光 怕是被对方给破了 只见场中木鱼声阵阵响起 空中金木鱼摇头摆尾 追在野狗道人的背后 野狗道人呼呼直喘粗气 狼狈飞跑模样滑稽 正道中人哗然大笑 田灵儿更是少女心性 咯咯的笑个不停 张小凡站在他的身边 偷偷的向师姐看去 但见田灵儿笑颜如花 雪一般的脸盼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真是说有多动人就有多动人 他心头一阵迷醉 只希望这一刻便是永远了 胡听到场内的一声呼啸 张小凡放眼看去 就是那个年老大悦众而出 出手援救 他的道行远在野狗之上 赤魔眼的威力不小 那位天音寺的高僧也收起了笑容 小心的应付 张小凡看了几眼 忽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魔教之中 野狗道人受困之时 除了年老大 刘稿等人面色难看之外 其他人居然大都是一副看热闹 幸灾乐祸的表情 后来见野狗道人支持不住了 也只有年老大出手救援 其他人都是束手旁观 张小凡心中奇怪 暗想这魔教中人 当真不可以常理相看 该不会是他们自己 内里也有什么派别之争吧 其实张小凡猜的倒也差不多 年老大与野狗等人 都属于魔教练血堂一系 这一系八百年前 在黑心老人手下 自然是风光无比 声名远扬 但如今世微已久 早已被魔教中主流派系排挤 这时看到了野狗出了洋下 人多失重的魔教中人 非但没有帮忙 反而在旁边 笑嘻嘻的看起笑话来了 年老大毕竟是一派之手 道行匪浅 没几回合便抵住了 那天音色和尚的攻势 野狗道人得了空隙 回过气来大骂一声 贼出驴 几乎害了你家道爷爷 骂声中回身扑去 与年老大以二共一 正道中人一片哗然 纷纷有人骂道 魔教妖人 无耻之极 声讨声中 张小凡忽然觉得身边风声一起 吓了一跳 却是田灵儿不甘寂寞冲了出去 琥珀珠灵 霞光阵阵 簇拥着他曼妙的身影 腾起半空 无耻妖人 以多打扫 法中大师 我来助你 田灵儿喝道 张小凡这才知道 场中那僧人名叫法中 听着名字似乎和法相 法善他们是同一辈份的 但看长相 却比他二人要老得多了 只见场中 法中一看田灵儿 悦了出来 宣了一句佛号说 多谢施主 法中说着 右手一招 空中那只金色木鱼 立刻冲向年老大 缠住了他 把他带过一旁 田灵儿顺势就接下了野狗道人 明眼人一看就看出了 法中是看田灵儿年轻 把明显道行差的野狗留给了他 张小凡看着田灵儿与野狗接上了手 心中焦急 正想野出去帮上一把 忽然间 尖头被人拉住 一看却是大师兄宋大人 只听宋大人端正神色 低声的说 小师弟 魔教妖人无耻 要一多取胜 我们却是不懈做的 张小凡立刻醒悟了过来 点了点头 收住柿子 不经意间 看到田不易夫妇 却是一副神明气定的样子 随即想到 有师父师娘在这里 零儿师姐 哪里会有什么事呢 自己真是瞎操心了 张小凡脸上一红 想周围瞄了一眼 见周围诸人 似乎都在看着场中 无人注意到他的失态 宋大人也若无其事地转过头去 看着半空中的斗法 这才放下心来 正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有道目光 从旁边落在他的身上 只是他转过头去看时 见那里是小竹风 诸位师姐所在 陆雪七也在其中 却没有一个人 是看向这里的 这时 在半空之中 田零二把琥珠珠灵 运用的是随心所欲 霞光万道之中 野狗道人头昏眼花 只觉得这上下左右前后 全都是一条条一道道的朱灵 将自己生生地给困在中间 冲不出 打不破 再过一会儿 只怕自己需要被这朱灵 给包成粽子了 天不易见女儿露脸 脸上不由地显出得意之色 正道中人也多有赞叹之声 田零二本来就容貌端利 比这野狗道人那副狗模样 则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到后来 不只是正道人是鼓掌 连魔教中人 居然也有了几个 大声地笑了出来 野狗听在耳中 恼羞成怒 她虽然修为不深 但对敌经验 却远非田零二这 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家能比 眼珠一转 在田零二的身上瞄了几眼 便看出这小妞多半是刚出来的新人 立刻便大声地喊道 臭丫头 看你样子倒还清秀 想不到你居然和这老和尚有了苟且之事 在场之人突然都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 正道中人无不破口大骂 魔教中人笑成一片 还有些淫秽之徒大声起哄 笑着说 说得是 说得是 真是看不出来 田零二是又气又急 怒声说 你 你胡说人吗 野狗的脸上正气凛然 一副替天行道的模样说 呸 你若不是与这老和尚相好 如何会跳出来帮他 这话说着连法中也变了色 连宣佛号阿弥陀佛 田零二更是气白了脸 他其实也知道 这是野狗道人的即将之计 但他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家 突然在这大庭广众的面前 被冠以这巨大的侮辱 如何不弃 等时就在法宝间露出了破绽 野狗瞄准了机会 赶忙冲出了湖泊珠灵的包围 这才看见他身影窜了出来 便只听得轰隆的一声 满天的红铃轰然合下 这人若是在中间 还怕不被夹成粉碎了 野狗不由的一吐老长的舌头说 好喊的丫头 田零二气恼之急 原本雪白的脸庞 仗成突红 更不多话 湖泊珠灵迎风飞起 如电飞驰 再一次冲向野狗道人 野狗惊吓之下 抱头就跑 魔教中人看他逃了回来 嘘声四起 忽然间也不知道是谁戴的头 呼呼声钟 居然一个个腾云驾雾的飞走了 仅无一人帮忙 转眼间 场中魔教人物 只剩下练血堂一众人等 您老大在那里看了脸色阴沉 心中愤恨 但终究知道 这已不是久留之地 当下赤魔眼连发红光 将法中逼退了数场 抽身而起 用手一招众人 也逃逸而去 田零二还要再追 只听了后边的父亲 田不易朗声的说 零二 不要追了 田零二硬生生的停下脚步 脸还是胀红 转头对田不易说 爹 你听那妖人胡说 田不易笑了笑 苏儒却走上前去 把他拉了下来 微笑说 那些魔教妖人 什么恶事都做得出来 更何况是说了些粗话 我们只当听不到就是了 这时正道中人大都随身复合 纷纷说 正是 正是 田姑娘不必放在心上等等 田零二 这才性静然下来 正道中人见魔教妖人已散 便也大都散了 这些时日来 经常与这般魔教众人斗法 斗了散 散了又斗 张小凡正想上去和零二师姐说话 肩膀却突然被人打了一下 回头一看 一下子愣住了 随即喜行余色 只见林京宇正站在身后 一脸的喜色 许久不见他一身白衣 背上斜插着斩龙宝剑 剑眉星目 俊朗飘逸 真是个出类拔萃 说起来 这是张小凡自七脉会晤大事之后 第一次见到这个自小一起长大的玩伴 这些日子他飘荡江湖 每在生死关头 脑海中也未尝没有掠过林京宇的身影 林京宇看了他半场 脸上先是欢喜又是激动 呼的冲上来一把将张小凡抱在怀里 紧紧的不肯放手 许久方才松开 张小凡的心情一样激动 还看到林京宇的眼中 似乎有些许的泪光闪动 小凡 林京宇一开口竟有些哽咽起来 抓着他肩膀的手更是用力不止 几乎让张小凡都疼痛了起来 但张小凡全然没有顾及 看到了林京宇后 仿佛自己这些日子来在生死边缘所经历的恐惧绝望 都只有这个兄弟才能明白一般 只有在这个兄弟面前 他才能真正的放松自己 林京宇紧紧的抓着他低声地说 小凡 我 我 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 话说到这里 他心情太过激动 嘴唇微微地颤抖 竟是说不下去了 我 我也是 张小凡同样地看着他 为己 二人呼得相视一笑 长长地呼出了口气 回来就好 我们以后还要一起扫荡魔教 一起报仇呢 林京宇抓着张小凡的肩头 微笑着说 对 张小凡 重重点头 林京宇的情绪慢慢地稳定了下来 脸色也平静了许多 看着张小凡如今略显有些疯尘的脸 忽然眉目间有了一丝黯然 说 听说你下山之后 我又替你高兴 又是恨我自己 想不到这些年来 枉费师父对我的厚望了 反而 反而不如你 张小凡吃了一惊 摇头说 静宇 你可不能这么说 谁不知道你资质剩我十倍啊 上次大师要是碰到了你 那是一定要输的 我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而已 林京宇吐出一口气 开怀一笑说 说的也是 日后我再努力修行 不信就胜不过你了 不过 你也可不能放松才是啊 张小凡大笑 用力点头 他二人在此叙旧 那里田灵儿依然嘟着嘴对母亲撒娇 苏儒微笑着正在安慰 张小凡与林京宇说了一会儿 看了看师门那里 一把抓住林京宇的手说 来 我向你引荐一下我师父师兄 不想林京宇哼的一声 低声说 哼 就你那个矮松瓜师父 算了吧 张小凡瞪了他一眼说 不许胡说 说着硬把他拉了过来 林京宇一脸的无奈 值得随他 走到近处 张小凡正要说话 忽然间看到旁边田灵儿 与师娘苏儒说话的地方 不知何时多了个人出来 玉树临风 潇洒英俊 正是齐浩 齐浩温声地对田灵儿说了几句 田灵儿正是笑了出来 哪里还有一丝生气的模样 他笑颜如花 竟然在众人面前 一把抓住齐浩的手 向田不易这里走了过来 张小凡只觉得头脑中嗡的一声 一片的空白 刹那间 再也没有任何的景象了 只剩下师姐拉着齐浩的手 走了过来 隐隐地 还听到林京宇 在旁边带着一丝笑意 低声地说 本来 你那矮冬瓜师父 是坚决不肯 齐浩师兄与田石阶走在一起的 但齐师兄去恳求师父 师父一向看中齐师兄 又去请掌门真人说相 你那师父 就值得手肯了 嘿嘿 你看他们 现在都已经公开了 林京宇突然中断了说话 微微张大了嘴 看着身边的张小凡 此刻的张小凡 竟像是突然变了个人一般 只觉得在身心处 突得冒起一股狂怒之火 几乎就要把自己的身子 都焚烧干净了 他只觉得 自己简直就是 九幽恶火中被活活炙烤着 而前方 那个男子 还有那个自己最心爱的 美丽女子的手 却正拉在一起 走了过来 一直藏在腰间的烧火棍 也在此时 腾起了熟悉的冰凉感觉 游遍她的全身 但对那狂热之火 非但没有降温的作用 倒好像是火上浇油一般 一股凶杀利器 一丝嗜血的狂热 就这般扭曲了张小凡的脸庞 这个场面之中 所有人突然都震住了 原本和谐的气氛 在瞬间冰封 然后 众人就看到 一直以来 和顺温文的小尸地 突然间 全身散发出 连刚才那些魔教中人 也没有的杀气杀气 在她周围之人 竟是不由自主地 都退了一步 看着这突然间 变作凶神恶煞的人 杀气腾腾地 看向齐浩 也向着田灵儿 踏出了一步 刘波山上的蓝天 仿佛暗了下来 宋大人首先站了出来 挡在张小凡的面前 立刻便感到 这个从小 他看着长大的小尸地身上 此刻却连一点 熟悉的影子也没有了 感觉到 有人挡在了面前 张小凡 缓缓地抬起头来 瞪着宋大人 宋大人看着此刻 突然满是血色的眼睛 竟是一阵心寒 强笑一下说 小凡 你怎么了 小凡没有回答 只是低沉着声音 微带嘶哑地说 让开 他的语调 拖得很长 很低 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说了出来 但在众人的耳中 却都有 悚然之意 甜不易的脸色 顿时沉了下来 众人也是一片恶然 随之而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 张小凡见宋大人 依然挡在身前 右手便紧握了那根烧火棍 正时一片清冷的玄清色光芒 从那棍身上发了出来 带着以前从来未有过的肃杀之意 宋大人这一下 可是当真吓到了 倒不是肃杀之意 这般浓烈 也不是张小凡 下山一月之后 道旁之高 似比以前突飞猛进 而是这个从小敬他爱他的小师弟 此刻看来 是当真有杀他之意了 他看了出来 甜不易自然也是看在眼里 阴沉了脸 往前踏出了一步 虽然他心里还是以为 张小凡并非宋大人的对手 但这小徒弟的那件法宝 却是大为古怪 当日在七脉会五大会之上 便出尽了风头 只怕宋大人还不易对付 就在这个时候 天灵儿一脸亚然的跑了出来 挡在了张小凡与宋大人的面前 对着这个 他从小最喜爱的小师弟 恶然说 小凡 你到底怎么了 那一张露刻在身心的脸庞 那一双明亮的眼眸 这魂牵梦莹的女子 就这般站在身前 关心的 关怀的问着 张小凡突然呆住了 整个人都呆住了 就像是从梦中惊醒 体内的力气如潮水般退去 可是 可是他竟感觉到 撕裂一般的疼痛 正正地看着面前的师姐 有种想要痛哭的感觉 你可知道 生死的那个关头 心中最眷恋的人便是你吗 你可知道 梦回青云 万千缠绵的心绪 只为你吗 你可知道 啪 重重的一声脆响 张小凡的脸上 被突然出现在身边的 甜不易 打了一记耳光 整个人竟是不由自主地 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远远地落在了外边 众人耸动 张小凡倒在地上 眼冒金星 但回过神来的他 此刻却更加感觉到 无比的羞愧 怎么竟然想要对 从小一直照顾自己的 大师兄动手 还起了凶念 简直就是十恶不赦 罪大恶极 他艰难地爬了起来 但身子还未挺直 脚下一软 竟又是摔了下去 半边的脸颊 高高地肿了起来 更有阴红的鲜血 从他的嘴角流下 然而 身体的痛楚 此刻他竟似乎感觉不到了 只是在内心处 带着从未有过的畏惧 对着自己狂吼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究竟是怎么了 难道你疯了吗 他正正地抬起头 望着前方师门的人 仿佛所有的人 此刻都陌生了起来 而他们 看着自己的眼神 竟也像是自己 从未见过的 看着陌生人一般 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了 张小凡 张小凡艰难地站了起来 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都看着他 但看着他的表情 却是迷惑 远远多于害他 仿佛他自己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宋大人 毕竟是从心里 爱护张小凡的 转头最甜不易说 师父 小师弟他 他并没有不敬的意思 他只是 只是 住口 田不易一声断鹤 宋大人不敢再说下去 身子矮胖的田不易 此刻看起来 却如一尊高耸入云的怒神 一步一步地 奏向张小凡 张小凡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的畏惧 这 毕竟是他从小 最害怕的师父 他甚至不敢想象 接下来的他 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突然 一道白色的身影 挡在了张小凡的面前 众人大惊 林京宇面如寒霜 见眉紧皱 但面对着 这一个明动天下的青云门 大竹风首座 他竟依然如同少年时一般 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 白衣如雪 站在那里 恍如钉子钉在地上一般 没有再移动一分 便是前头有惊涛骇浪 仿佛也不能动他分毫 光汤的一声 龙吟声中 斩龙剑 豁然出窍 碧绿的光芒 笼罩了他与张小凡 这两个身世相同的人 他带着凛然之气 根本就不看他一向敬重的大师兄 齐浩 正不停地给他打眼色 决然说 你要再敢碰一下小凡 便先杀了我再说 齐浩 倒戏一口凉气 偷眼向田不易看去 只见田不易此刻的脸色 要多难看便有多难看 几乎成了猪肝色 他心中盛怒到什么地步 可想而至 只是 齐浩身为龙手风的大弟子 绝无回避之力 而且林鲸宇 已想深受恩师 苍松道人的喜爱 无论如何 也不能置之不理 齐浩看着田不易的神色 便知要去劝他 根本是毫无用处 只能迅速地跑了过去 一拉林鲸宇 低声说 你疯了师弟 这是他们大株风内部的家事 你来管什么闲事 就算是恩师在这里 也不好说什么 快与我一起走吧 不料林鲸宇 今天却大意往常 哼了一声说 哼 我若一走 小凡还不知道被这人 折磨到什么地步去了 他身世孤苦 与我一般 我若不站在他这一边 世上便再也无人 站到他这一边了 说话间 目光如电 直看着大株风门下 虽然明知实力差距太大 但看他的神情 为了身后这个兄弟 就是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齐浩雅然 见着林师弟放着牛脾气 真是个心急如焚 正交集间 忽然一只手搭上了林鲸宇的肩膀 林鲸宇一惊 回头看去 却见是张小凡站在了他的身后 半边脸 肿得老高 但眼中已经是热泪盈眶 说话声中 已经带了哽咽 鲸宇 你 你的心意我领了 如今是我不对 我会向师夫认错了 你 你先说齐师兄 回去吧 林鲸宇眉头一皱 正要说话 但听得齐浩在耳边急说 林师弟 你再在这里 只怕反而是惹得田师叔越来越怒 反而是害了张师弟了 走 快走 说着 强行把他拉了就走 林鲸宇正自挣扎 但看了张小凡 微带恳求的目光 心中犹豫 拉拉扯扯 半天才好不容易的被齐浩拉走了 走的时候 还一步三回头的 看向张小凡这里 田不易 脸色难看之急 大珠峰门下人人面面相去 无人敢说一句话 张小凡 默默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跪了下来 把头 浮在他面前的地上 一动不动 天不易冷笑一声说 啊 我可不敢当 这是谁啊 道行这么高 杀气那么大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师父吗 张小凡的身子一抖 只是重重地扣了三个响头 头也不抬起 依然浮在地上 宋大人等人一向都疼爱这个小师弟 看他这个样子 早忘了刚才张小凡那副奇怪的模样 纷纷向田不易说 师父 小师弟他 田不易一摆手 众人的话都噎在了喉咙里 田不易上下打量了张小凡一番 怒哼一声 冷冷地说 想不到我这些年来 竟是交出了一个无逆之徒 他说完 头也不回 转身走了 竟是不再理会张小凡 苏儒叹了口气 跟了上去 众人无奈 值得也跟了上去 场中 只剩下一个张小凡 孤零零地跪在地上 他的头 依然没有抬起 天色黑了下来 正道中人 纷纷到了刘波山南面的山腰间休息 这里有着天然形成的十几个岩洞 很是方便 当日一上山来 便被正道中人看中了 青云门 以四脉区别 分别占了四个山洞 大竹风人数最少 在最西边的一个山洞 旁边就是密林 在另一侧过去的 依次是龙首风 朝阳风 小竹风 在过去的山洞 便是由天音寺和焚香谷 以及其他的正道人士所住了 这一次张晓凡回来 天音寺的法相 法善是见过了 齐昊也过来打了招呼 陆雪奇 站在小竹风众人中 没有过来 只没有见到分香谷的李寻和燕红 不过 此刻的他 自是没有心思想这些事 跟着众人回来 他不敢进洞 便一直跪在洞外的岩石之上 从下午到现在天黑 整整跪了四个多时辰了 天不易却丝毫没有心软的意思 青云门 其他各迈弟子和天音寺焚香谷的人 多有出来看到的 往往围成一团 在远处指指点点 击笑声隐约可闻 张小凡心中羞愧 但是终究不敢起来 不过跪了这么许久 膝下却是酸疼无比了 忽然间旁边的山洞 也就是龙守风弟子所住之处 传来了一阵的喧哗 张小凡没有抬头 但隐约听到是林京宇 在那里大声的愤怒的说着话 自是再也忍耐不住 便要冲过来 但被齐浩等其他的弟子死死的拉住 正字喧闹 在隔壁的山洞里忽然传出一个带着浓重威势的声音 京宇 你进来 我有话与你说 张小凡知道 这是龙守风手作苍松师叔的声音 龙守风弟子在那里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可见苍松道人平素的威严 魏己终于是不敢违抗失命的林京宇走了进去 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黑夜里恢复了平静 看热闹的人也渐渐散了去 只剩下依然跪着的张小凡 匍匐在山洞门口 便在这时 大厨风洞里又传来了宋大人 何大志 杜毕书等人恳求田不易的声音 但田不易 怒声呵斥的几句 众人便不敢再说 只是 还没有沉默片刻 是又传来田林儿激动的声音 爹 你做什么 小凡在外面已经跪了快五个时辰了 他究竟是做错什么了 是伤了大师兄的还是杀了他了 他都已经认错了 你还不让他进来 轰的一声大响 石块横飞 想是田不易 鱼怒难兮 一掌打在坚硬的石头之上 把盐块打得粉碎 田林儿却似乎还想再说 听得师娘苏儒低声说了几句 把她拉了过去 便再也没有声音了